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雄观影》,我是阿祥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直拍屋》第一季的第六集 我们上集讲到,马蒂因为交改法案的条款与弗兰克争执不下 为了惩罚弗兰克的失信,组织了教师工会的罢工抗议 第一次出找就被弗兰克化解 然而,马蒂并没有这么容易屈服 在接下来的三周里,罢工运动持续发酵 参与人数众多,给国家造成了几十亿的损失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不能上学 公众斥责其改革的唯一成果,就是剽窃了共和党的党章 说到这里简单提一下,最终的总统是代表民主党的 而在美国,民主党代表的多维工会、中产阶级、蓝领阶层等 而共和党则较多代表资本家、企业雇主的利益 他们代表的政治主张、改革方式也是精畏分明的 这里我们就不多展开来讲了 总之,新的教改法案没有代表工会利益 真让以民主党居多的教师工会感受到背叛 而他们也正是抓住这一点来攻击国会 势头甚至超过了弗兰克的预计 琳达更在意的是总统的支持率因此下降 一度想要妥协 而弗兰克虽然承认自己也误判了形势 没想到马蒂会把事做得这么绝 但他仍然主张坚守阵地 如果现在妥协就相当于之前的努力百废 所谓改革变成了空谈 琳达强调 他们是民主党应该代表教师的利益 改革和让教师满意之间 他宁愿选择后者 弗兰克直接给自己下了军令状 一周以内结束罢工 这也相当于把自己逼近了墙角 如果一周后罢工不停 相当于过去五个月的努力化为泡影 而他绝不允许自己迪回原地 弗兰克家的新保镖名叫米查姆 过去一段时间 他都不太适应弗兰克的风格 弗兰克不喜欢受到干涉 只需要你回答 是 这天 克莱尔突然把他请到屋里喝咖啡 直到这时 窗口传来一阵巨像 米查姆把枪跑过去 发现是有人用板转砸碎了玻璃 米查姆追出去 让罪犯站住 然后开枪警告 但对方仍然逃跑了 不久后 特勤所长官赶来 表示会给弗兰克安排更多的人保护 弗兰克很不满意 米查姆在居民区开枪 这种行为应该被吵 如果是原来的保镖 史蒂夫就绝不会发生这种事 长官告诉他们 史蒂夫回不来了 他的一切矮到了晚期 随后他没收了米查姆的武器和会长 停了他的职 他连徒步逃跑的罪犯也没追到 还离港去喝咖啡 简直丢进了自己的脸 这次的袭击虽然不严重 但给了弗兰克一个机会 他给左翼打电话 要得写一篇报道 罢工第三周 负责教改的医院家中被袭 左翼想要见面谈 但被弗兰克拒绝了 他正急于和道格讨论一个主题 一个能够见风直至马蒂的合适词汇 一个简单的 无可辩驳令人印象深刻的词 还不能让马蒂把责任推回来 这时克莱尔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词 无组织劳工 无组织劳工是相当于有组织的合法机会而言的 西方国家都支持 有组织的进行游行 争取权益 但对个人脱离组织 竟然演变成偏激行为 非常反感 相当于以合法之名 行违法之实 而这种行为的责任 自然会算到罢工的领导者 马蒂的头上 第二天 媒体开始大肆渲染这一行为 勃奇 乌麦克 纷纷公开为弗兰克站台 建议为议员增加安保 并要求马蒂管好自己的人 免得无组织劳工 演变成有组织犯罪 马蒂本人也一直痛恨犯罪 工会的员工提醒他 这件事的影响甚嚣尘上 罢工的支持度在下降 但马蒂一早就为持久战 做好了准备 他深指 只要站出来成情 就相当于认了这件事 那就中了弗兰克的招 他相信砖头风波会平息 只要在内心等等 而接下来 弗兰克决定继续拿砖头做文章 但这砖头不是真的 而是海绵做成的 反对罢工的人群 对着马蒂丢海绵砖 既对他进行了挑衅 又不会导致他受伤 这会达到两个效果 第一 表现公众对罢工的愤怒 第二 用不会伤人的文明准 对比会伤人的野蛮准 孰轻孰众 公众自然会比较 舆论的势头 渐渐转向了弗兰克这边 为了扳回一城 马蒂接受了CNN的对面访谈节目 打算与弗兰克在电视上辩论 在美国 政客进行电视辩论是很常见的 尤其是总统竞选期间 精彩的辩论节目 甚至可以出张专辑 公众特别热衷于观看和讨论 政客们在辩论中的表现 而口才出众的弗兰克 也打算在节目中 给予马蒂致命一击 然而事情的发展 超出弗兰克的预计 马蒂似乎对这次辩论 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弗兰克强调罢工的损失 袭击事件时 马蒂不时地将话题 又引回交易上来 弗兰克为了打压对方 要求马蒂就袭击造成的恐慌 给克莱尔道个歉 本意识让他下不来台 时至马蒂不但痛快道了歉 还反过来指责弗兰克 现在还想利用妻子来赢得辩论 瞬间把弗兰克 说成了狭隘的小人 弗兰克有些慌了 在马蒂重新提到教育的问题时 他试图用原音游戏 来转移视线 再次被马蒂拿来调侃 弗兰克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但辩论的势头 已经无法挽回了 连克莱尔都能看出 他这次输了 这是弗兰克第一次临场发挥失误 却被各大媒体大肆调侃 甚至把他的原音游戏 做成了鬼畜视频 颜面扫地 晚上 弗兰克看着屏幕上 自己被玩坏的电影视频 郁闷到了极点 但在克莱尔的安慰下 他很快就调整了情绪 擦了一页皮鞋作为发泄 第二天一早 他穿着正量的皮鞋 果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惠特克答应了支持 彼得参选州长 弗兰克告诉他 DNC会给予400万竞选经费 支持他竞选宾州州长 准备工作从明天开始 彼得唯一要做的事 完全配合 首先要跟着道格 去酒饮护接会 关于这点 彼得还有些偶像包袱 但弗兰克告诉他 如果要自己帮他 就必须听话 彼得答应了 他很感谢弗兰克 在这个时候还能相信他 接着 克莱尔开始帮彼得 起草了一份 特拉华和流域法案 由于造船厂关闭 空出了1000某国有土地 通过这份法案 他们就能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 开发这块土地 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这里顺便说一句 克莱尔与弗兰克 都是法学院的高材生 而他本人的立法经验 还要更加丰富 前面我们说过 彼得赢得一元竞选 是因为保住了造船厂 而后来得罪了公众 也是因为放弃了造船厂 正所谓 得也就业 失也就业 就业问题 就是竞选的关键点 接着我们说回罢工的问题 由于电视辩论的失利 总统再也坐不住了 他因为罢工而备受职责 弗兰克还把事情彻底搞砸了 他要求立刻学改法案 做出让步 放弃再与马蒂对抗 但没想到 弗兰克竟然当场叫板 拒绝这么做 总统问他 是不是被骄傲冲回了头脑 弗兰克却反过来 说总统是被恐惧冲回了头脑 总统被怼得一愣 弗兰克再走一步险棋 对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说不 是一步险招 但有时候 要赢得上司的尊重 最好的方式就是违抗他 特别是对于 沃克这种并没有什么定理的总统 而且他也不能承认 自己是真认了总 弗兰克又整取了一次机会 但他承诺过一周解决问题 而翻身的契机并不是说有就有 弗兰克彻夜没有回家 盯着全国各地的各种新闻事件 虽然这种工作也可以丢给道格 但他希望在压力下保持清醒 而在魔人的等待中 他突然想起一个词 因果报应 说不定 他抽空做件好事 能够得到好运气 想起白天 米查姆来求他在上司面前说句话 保住他的工作 弗兰克当时正在忙 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但现在想想 他只是说句话 就能买到一个人的忠诚 这比投资很划算 于是他给特件队长打了电话 保住了米查姆的工作 就这样一直等到第二天 在吃完了老雷送来的朱利派后 弗兰克等来了一个机会 立刻赶去左翼那里 米查姆护送他上了车 并感谢弗兰克帮了自己 弗兰克告诉他 从现在起 他就是一块石头 肩不可碎 克莱尔接到史蒂夫的信息 想在死前见他一面 之前他的妻子一直都在 无法与克莱尔独处 趁着妻子回家休息 史蒂夫想把他藏了八年的秘密 告诉克莱尔 在他护卫弗兰克的几年里 一直都很厌恶他 而他留在弗兰克身边 只是因为一直爱着克莱尔 愿意牺牲一切 跟他在一起 克莱尔知道 史蒂夫并不了解 他们夫妻的关系 觉得弗兰克不配拥有他 克莱尔告诉史蒂夫 弗兰克不是唯一一个 对他求婚的 但他的求婚词 却与众不同 他不保证 能给克莱尔绝对的爱 但可以让他免受生育之苦 让他一生都不无聊 他没把克莱尔当作女神 知道他不需要崇拜 或者溺爱 他用一个动作 向史蒂夫证明了 爱欲是多么廉价一得 但最懂你的人 可能只有一个 而他与弗兰克 就是这样的灵魂伴侣 弗兰克赶去左翼那里 让他立刻在推特上发文 一边推特最多140个字 弗兰克逐字念给他 八岁华盛顿男孩 被黑包火拼的榴弹 击中身亡 而他本该在学校里上课 接着 他快马加鞭 赶去探望男孩母亲 将此事的矛头 指向罢工 如果不是因为停课 男孩就不会遭遇 这次袭击 弗兰克通过镜头 告诉马蒂 他们都应该结束 这场悲剧 自己会在国会大厦等着他 给他一个满意的结果 不久后 马蒂赶到国会 他还以为弗兰克真的是打算妥协的 但他并不是 他是生在一个贫瘠小镇的白人孩子 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就 而马蒂只是一个 为工会卖命的意大利老 没人尊重他 弗兰克越说越难挺 马蒂明白 他这是在故意激怒自己 他并没有中招 而是准备离开 他有200万教师的支持 根本不怕弗兰克拿孩子做文章 弗兰克又拿出了一个杀手键 丢进他家的那块砖头 根本不是工会的报复 而是道格故意做的一场戏 克莱尔为了配合 故意把米查姆支开 所以喝咖啡不是偶然 这件事根本是场阴谋 就是为了糊弄马蒂这个白痴 弗兰克的欺骗家愈弄 已经超出了马蒂的忍受力 他还是被激怒了 失控地给了弗兰克一拳 而这一拳正是弗兰克想要的结果 他不会起诉马蒂商人 当然要以结束罢工来交换 他深指作为一个政客 最不能牺牲的还是自己的权位 马蒂终究会选择保住自己 脸皮后加上苦肉计 弗兰克成功终结了罢工 那块砖头还被他特意留下了电烟会杠 象征着一切人的牺牲 都只是他的踏脚势 以上就是指派物第一季第六集 另外本集还有个插序的细节 克莱尔工作地的门口露宿着一个流浪汉 一次他给了流浪汉20美金 但流浪汉却把钱折成了纸贺 丢回给克莱尔 而纸贺在后来的剧情中也多次出现 所以是有一定寓意的 我认为他的隐喻有两方面 第一 自由与束缚 作为上层阶级的克莱尔虽然富贵 但却被金钱和权力包裹 而乞丐则有着更为自由的灵魂 不是权贵 但如果只是气节问题 大可不必非要折好再丢回去 所以我认为还有第二重含义 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 钞票本身是没有价值 而只有使用价值的物品 而纸贺是一件手工艺品 就被创造赋予了内在价值 被弗兰克利用和牺牲的亲子 就像钞票一样 是一次性的消费品 不具有内在价值 不值得保存和收藏 克莱尔留下了这只纸贺 象征他内心也渴望有精神价值的东西 与弗兰克这种充满野心的弄权者 是有差别的 当然了 隐喻这种东西 很多代表了创作者个人的想法 这也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欢迎来讨论执政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